骑车骑到吐血来看嘉义师这名男子 他骑机车骑到一半 突然未出血老毛病发作 他在路边吐起血来 接着呢他拖着虚肉的身体 立刻到派出所求救 在救货车赶到之前 他就抓着旁边的垃圾桶 不断地在里面吐血 把一旁的远警跟志工吓坏了 一名男子骑机车来到派出所门口 一下车就用左手扶着肚子 表情痛苦 一搏一搏走进警局 抱着他的肚子 向巴掌抛手的远警来声称救救他 男子才刚坐下来 马上就说他快要吐了 一旁远警吓到马上搬来垃圾桶 没想到男子吐出来的 竟然是大量鲜血 我吐很多 我吐很大匠 我吐很恐怖 原来这名47岁的张姓男子 29号下午行经嘉义市市贤路 骑车骑到一半 未出血毛病发作 突然就在路边吐起血来 他趁着最后力气 到最近的派出所求救 到达医院的时候 还有吐两大袋的一个鲜血 那目前状况已经稳定 张姓男子急救后没有大碍 现在也持续检查治疗 要把未出血的毛病治好 不然哪天在路边又突然吐血 肯定吓坏所有人 中间新闻后国文黄顺扬 嘉义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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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